十貫世界 持平天下 我們關心過去一週 也關注未來一年 歡迎收看《食品大財經》 觀眾朋友 一帶一路的發展 是將牽動到全球震驚地緣板塊的大鑼儀 這樣的形勢要怎麼觀察 十九世紀的世界特徵是歐洲化 20世紀美國化 21世紀則是亞洲化 怎麼看待新世紀的全球大勢 而亞洲化 從艷辛理論到龍騰效應 中國在當中起到什麼作用 21世紀版的三國演義 是歐 美 中的三株領地 三方彼此之間將如何互動 視頻大致 關注天才大財經 首先 十關世界 歡迎回到視頻大財經 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將在這個月的下旬 在北京舉行 那在此之前 在4月9號 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舉行了一場新一屆的中歐風軌 沒錯 前者是中國主場 那後者是歐盟主場 現象顯示 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尤其是和歐洲國家 聯繫越來越緊密了 史先生 您有什麼觀察分析 這對世界格局 會不會產生什麼影響 會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影響 現在似乎已經慢慢在出現之中了 這裡還可以再補上一個會議 什麼會議 那就是在上個月底 不久之前 中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法國 記得吧 當時的法國總統 馬克龍還主動邀請了 德國總理默克爾 跟歐盟理事會主席榮克 四個人舉行了四巨頭的會談 那本質上這就是一個 中國跟歐盟之間的一個峰會吧 那這幾場會議 有沒有傳達出一個類似的信息 問得好 我覺得有一種 非常清晰的訊息出來 那就是中國跟歐盟之間的關係 似乎在明顯的加速接近之中 當然 中間現在還是看到一些不確定的 或者比較一些心態 就是歐盟似乎對於跟中國接近了 多少還有一點欲吟還距的一種心態 中國和歐盟地理位置相隔很遠 但是關係卻越來越緊密了 怎麼看這樣的現象 我覺得這個當前的現象 應該放在一個更大的範圍 也就是全球範圍的格局裡面來看 藉用咱們中國非常著名的 一本小說就是你最喜歡的 那個《三國演義》 這個現在的全世界的三大經濟體 歐盟 美國 中國 實際上就相對於三國 這三國有三對的雙邊關係 現在出現的微妙的互動 很值得關注 具體怎麼觀察 這麼看 你比方看 美國跟歐盟之間 似乎有一種 逐漸疏離的這種傾向 第二呢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跟中國之間 好像似乎從過去的既競爭又合作 越來越多的時候 好像競爭更多一點 合作少一點 甚至於可能會走上鬥智鬥力的趨勢 那麼至於中國跟歐洲之間 剛才我講過了 似乎已經在接近之中 但是歐盟現在心裡面 多少還有一點點抗拒 或者育營環拒的心態 能不能請您進一步分析一下 咱們一對對來 咱們先談第一對 就美國跟歐洲的關係 為什麼會逐漸疏離呢 這裡面我覺得有三個背景 第一個背景跟美國的心態 尤其特朗普上台以後的 美國單邊主義的心態有關 他一上台就退出了 巴黎這個切口協定 又退出了這個義和協定 這個從歐洲角度來 都不能接受的 但美國不商量 老子要退出就退出 然後呢 他鼓勵英國投 他似乎在希望能夠裂解歐洲 甚至於慫恿馬克龍說 你也應該看看能不能投 然後他說你們這些國家 這個軍費分得太低了 為什麼老不提高呢 尤其是德國 是吧 可是德國跟法國說 我們要開始思考 建立一個歐洲軍的時候 又被美國大罵一通 所以總的形勢看起來 好像歐盟的心情 當然不會舒服嘛 我們看到這個美國的 前國務卿博恩斯 他最近在這個外交事務 雜誌上就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就署章 最近我們看到這個美國和歐洲 還有更多的這個外交事務 出現的結果 就是特朗普主政以來 他所提出的 單邊外交裁軍所 引發出來的結果 這個比喻非常的提切 那這個特朗普和美國 他這樣對待過去的盟友 那盟友肯定是非常的不爽 但是你說這只是一方面 另外還有一個背景 第二個背景 那就是跟蘇聯有關了 以前歐洲跟美國緊密團結 在一起有個共同的對象對付 它必須緊密團結 那現在的俄羅斯的國力 已經跟蘇聯差很多了嘛 所以已經沒有這麼大的一個動力 逼得他們兩個必須合作在一起 這是第二背景 當然還有第三個背景 但這一部分呢 我們稍微保留一下 稍後我們再進一步展開 那咱們先說說第二對 就中美之間 現在看起來關係 有一點變得緊張和對立了 對 現在形勢就這樣 趨勢也是如此 那這個本質上 是不是您在指出 這個老大和老兒之間的陷阱 本質上是這樣 而且我們過去講了更多的是 經濟方面 現在尤其如此的GDP 現在中國超過日本緊追美國 對吧 美國壓力很大嘛 第二呢 如果從購買利平價GDP看的話 2014年中國就超過美國了 再過10年中國是美國兩倍 最近我看到金燦榮教授 藏了一個新的概念 叫做製造業的GDP 那這個東西呢 在2010年更早就超過了美國 到10年以後 可能是美國的三倍了 所以如果我們自己是美國的話 可能也會感覺到有壓力 會採取一個 不一樣的態度來對待中國了 是啊 所以我們剛剛講 這個長期來美國對中國的態度 都是既競爭又合作的 對吧 但他後來發現了 這個既競爭又合作搞了半天 結果中國力越來越大 而且中國跟我的差距越來越小 這是美國當然覺得不行啊 所以說把過去這中美之間的 這個競爭與合作 改為更多競爭少點合作 對 那麼所以少點合作 甚至於將來過去的競爭合作 現在這個合作 這個越來越少了 但雖然中國一再跟美國強調 咱們之間最好的一種選擇 就是合作 但美國聽不進 中國也沒辦法 所以就變成了現在的鬥智鬥力 對 這個趨勢已經出現了 而且越來越明顯 接下來會如何發展 繼續再下去的話 我們不知道將來歷史給答案吧 但是就現在剛開始這一段 我們已經看到有個很有趣的現象 當美國越來越多的跟中國鬥智鬥力的時候 美國似乎顯得 越來越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 什麼意思呢 我們舉幾個例子 首先 前幾年南海 趙堤趙堤趙堤 美國不是呱呱叫嗎 有什麼用 沒有用嘛 是吧 然後這個亞特洪事件 美國也是使盡各種力量 來阻擾各國參加 現在參加國家一大堆 是吧 最近那個是華為 美國還是使不上勁吧 對吧 所以除了這些 還有一帶一路似乎也變成了 美國向中國施壓的一個目標 沒錯 現階段 現在美國重點就放在 怎麼對付中國的一帶一路之上 這包括中國在這個月底 即將舉行的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第二屆了 現在好像美國已經放出消息 說不會派高級別代表團參加 中國倡導這個一帶一路的時候 說中國我們倡議 但是我們歡迎大家 一起來共商 共建 共享 講得很明白 歡迎大家一起參加 並不是我唯一的 是吧 那麼 但是美國如此的排斥 中國也無可奈何 沒辦法啦 只好由他去了嘛 對不對 事實上這次的高峰論壇 參加國家很多 超過100個國家 然後元首級的人物 大概也有40位左右會參加的 所以就像打壓這個亞投行 還有華為那樣的 美國似乎都明顯地無可奈何 對 美國的心態現在很奇怪 它處處跟中國作對 處處打壓這個中國 但是呢 最後的結果 你看了越來越多的是 它有點使不上勁 它有的時候這個打不成 然後又有心無力 甚至於有一種食不我語的感覺 我告訴你 美國這種感覺 或者美國這種心態 勢必對於全球戰略格局 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我剛才在前面分析的時候 在談到這個美歐關係的時候 我說有一部分暫時保留一下 那這個跟這個相關的 我們接下來就會談到這一部分 那我們先談談中歐關係吧 對 就談中歐關係就可以談到 剛才講美國呢 這個談到美歐關係的時候說 逐漸疏離是有三個原因 對吧 第一個原因就是那個 美國的單民主義的外交政策 第二個就是全蘇聯效應 解錄 還有第三個我們保留了 這個保留跟我剛才講的 美國現在面臨到 中國崛起的一個心態 出現一種尷尬的 合起來是一個很重要的 第三個最重要的背景 要談談 這第三個重要的背景 究竟指的是什麼 我覺得第三個最重要的背景 就是在最近這一陣子 又進入到新世紀以後 你大概可以看到一種 所謂的巨大的 世紀性的 結構性的 一個世紀的 全球的地緣板塊 正在出現大螺螢 什麼是巨大的 世紀性的 結構性的 地緣板塊大螺螢呢 最近有一句話我經常提到 我聽到 你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這個我所謂的這個 剛才講的這個 你提到的這個 巨大的世紀性結構性變化 應該就是屬於 百年未有大變局的概念 也就是進入到新世紀之後 全世界正在出現的 這個巨大的 世紀性的 結構性的變化 就是全球地緣板塊的大螺螢 如何理解 請具體說說 這個全球地緣板塊大螺螢 我覺得有三個背景 值得觀察的 第一個背景 就跟中國跟亞洲有關 就是中國的復興 及亞洲的崛起 我們知道中國的崛起 這三十多年來 四十年了 大家也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由於崛起速度太快 所以對一般過去的那些發達 或者所謂帝國主義 欺負過中國那些國家來講 一下接受不了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很排斥 什麼中國威脅論 中國崩潰論 可是到後來發現了 都沒什麼用 就說明他們沒真正了解 中國的崛起 是一個不一般的崛起 中國的崛起 實際上等於恢復到 重新重返世界第一的 這麼一個過程 開頭而已 所以理解是重返全球第一 對的 我一再講過 中國開始由盛而衰 在近代是1840年以後的事 1840年之前中國的GDP 一直都長距全球世界第一 所以當西方的國家 逐漸了解到 今天的中國的崛起 不是一般的崛起 而是重返世界第一的 這麼一個過程的開始 也許在心態上 也許就比較容易適應 說不定吧 似乎有這樣的趨勢 那你還提到這個有亞洲崛起 是什麼概念 OK 中國復興跟亞洲崛起 現在是一個並存的 一個現象或趨勢 那麼雖然在時間上 一個有先 一個有後 但實際上他們後來的 互動關係是相輔相成的 也就是說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 一部分亞洲地區 已經開始崛起了 沒錯 大家都注意到 戰後沒有多久 日本就從廢墟中站起來 1960年前後 而且它表現很粗色 到1980年就變成 僅次於美國的世界老二的國家了 那麼接下來 就是所謂的亞洲四條小龍 當時日本很致富 也很驕傲 好 所以你們跟著我後面來 我現在就是艷刑 就是艷子在飛行的時候 一個人字型 我現在是頭 你們台灣 香港跟著我 台灣 韓國跟著後面 香港 新加坡跟著後面 就想要艷刑理論 但這套說法 已經很多人沒有提了 我看這個很多年輕一代 像全全這樣 就沒聽過這樣的說法 沒錯 沒錯 主要是原因呢 是這個艷刑 沒飛多久就飛不動了 一套瓜子只飛了30年左右 就91年 日本泡沫破了嘛 整整就飛了30年嘛 泡沫破了以後 日本到現在為止又30年 正好平成時期 就沉寂了30年嘛 所以現在就不太聽到這句話了嘛 所以說其實在繼日本 和這個亞洲四小龍之後 現在是輪到中國 這條真正的大龍要崛起了 沒錯 這條真正大龍在過去在沉睡 我們講的潛龍毋用 這個階段已經告一段落了 現在開始要獻龍再田了 這潛了很久 1979年之後這個龍真的現形了 但如果日本的艷刑不帶沉氣候 接下來龍出來之後又會如何呢 那就是艷刑理論退場 龍騰效益登場 什麼是龍騰效應呢 龍騰效應就是龍帶動的一個效應 我覺得基本上可以分幾個階段來看 第一個階段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中國1979年以後 從一個完全封閉的狀態裡面 開始跟周邊地區 開始接軌互動了 於是大家馬上就發現到 中國的優勢在哪裡 只有兩個 一個土地 一個勞動力 資本 技術 管理它都沒有 但是這些東西呢周邊地區 日本亞洲四條小龍都有嘛 所以你過去沒讓它融合的時候 各搞各的 都沒戲 這一接觸了以後 中國一開放 這一下子雙方的優勢 馬上就結合在一道了嘛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整合融合 天作之和 就是您說的這樣一個相輔相成 沒錯 接下來呢 接下來龍騰效應第二階段呢 就開始龍行天下了 然後繼續就是飛龍在天了 精彩的一融 廣告之後見 歡迎回到視頻大賽 今天我們繼續來談談 精彩的龍騰效應 那龍騰效應的第一步 就是中國大陸 周邊的日本以及四小龍 他們技術 資本還有管理 與中國大陸的土地勞動力 相結合 然後把物美價延的產品 賣到全世界各地 時間 然後呢 然後就進入到 龍騰效應的第二階段 第二部分了 你剛講第一部分呢 雖然是中國的土地勞動力 跟外界的資本技術管理 相結合 但是主要的變化 是在中國大陸內部出現的變化 但接下來第二步 我們發現到這個變化 開始往外面擴散了 就外溢了 你從兩個角度來看 首先 你首先看技術面 一開始有中國是接受 西方的外來的引進的技術 然後中國有的時候學習 有的時候山寨 對不對 有的時候購買等等 但是經過一段學習 有中國人聰明 經過一段學習 其實有中國不斷消化了 而且中國還能夠 提出一些新的創新了 然後就開始有能力 把這個東西輸出了 所以你更像現在 這幾年中國開始輸出技術 輸出設備 向外了 第二個就是市場 中國一開始的時候 改革開放8億老百姓 現在13到14個億 那麼必須說 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 中國的市場主要是依賴海外市場 因為內需沒有購買力 那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內需的購買力 隨著就業增加 財富增加以後 就購買力來了 現在不但內需市場購買力很強了 而且發現到 我還要往外面延伸 那麼不但怎麼樣往外延伸呢 就是通過一來一路的方式 把這個需求 從中國延伸到海外去 所以我覺得 農村效應第二個階段 總的來講 就是從一個自我的循環 開始進入到 向外的擴散的一個過程 所以就是通過這種經貿聯通 以中國為中心 向外輻射帶動效應 越來越強了 對 所以你可以在地緣的關係上 這麼去理解 一開始是中國 日本 亞洲四條小龍 然後接下來就到東南亞了 接下來就到南亞了 然後接下來你可以看到 現在就往中亞或者往西亞 怎麼慢慢地觀察了 整個都是亞洲 慢慢慢慢地輻射出去了 所以很容易想到 一個亞洲化這個概念 亞洲化很新鮮的概念 對 這概念不是我提的 是一個很年輕的41歲的一個 剛剛冒起的一個非常傑出的 一個國際關係學者叫坎拉 他提出的 他在兩個月前 就今年2月出滿了一本最新的書 叫做《未來的世界》 《未來屬於亞洲》 《21世紀的世界秩序》 那在這本書裡面 他第一次提出亞洲化的概念 亞洲化的概念具體是什麼呢 能不能請您解釋一下 坎拉是把這亞洲化的相提 相較於歐洲化跟美國化 來相提並論的 他說人類的歷史在19世紀的時候 是歐洲化 這一點你同意吧 對不對 到20世紀就是美國化 然後到21世紀 他認為就是亞洲化了 所以他就特別強調 他說19世紀的人類歷史的特徵 世界歷史的特徵就是歐洲化 20世紀的特徵美國化 21世紀將是亞洲化 這不就是你之前一直說的 新三國主義嗎 對 很有意思 但是稍微有點不同 他講的這三個話 是分跨在三個不同的世紀 19、20、21世紀 那我講的新三國演義是 21世紀 歐洲、美國跟中國 三大強權之間的一個互動 但是多少都有點英雄所見略同 那卡納在這本書裡面 還有什麼重要論點呢 第二部分要談的就是他在書中裡面 很好發揮的就跟我們現在要談的 全球政經板塊的大羅儀有關 也就是全球政經板塊大羅儀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也就是第二個背景了 具體指的是什麼 一帶一路 這一帶一路現在在世界上 受到各種不同的批評 但是 受到不同的評價 但是卡納在這本書裡面 一帶一路是背加佔餘的 他說這個一帶一路就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聯合國加世界銀行 加這個叫馬歇爾計劃 他說亞洲長期以來的基礎建設 嚴重的落後跟不足 這個短板太大了 這個都是過去世界銀行 或者是聯合國應該做的事情 而沒有做 這是世界銀行跟聯合國的 失職跟失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中國倡議推動亞洲地區的 基礎建設 正好補上的是這個短板 所以中國這個倡議 應該受到國際人 大家共同的歡迎 稱讚他認為中國提供的 是一種公共產品 就國際人的公共產品 所以您剛說的這個一帶一路 這個概念其實就是一帶一路 和全球地緣板塊大羅儀有關了 對的 那我所謂的全球地緣板塊大羅儀 基本上有三個主要的背景 第一個剛才前面已經講了 是中國崛起跟亞洲崛起 或者中國復興 對吧 第二部分就一帶一路了 第三部分是我們經常講的 中美世紀大博弈的一個形勢的校長 那剛才您已經分析過 第一部分就是亞洲化 那現在我們再來談談一帶一路吧 好 當我們看到全球 慢慢出現所謂三足鼎立的 歐洲 美國跟中國 這樣一個形勢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注意到 這三方面之間的互動 你就必須不能不注意到 交通運輸建設 或者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 對於這種互動所產生的 一種所謂的顛覆性的 或者是一種辯證性的一種邏輯 是 您剛說的這個我有點聽不懂 是什麼樣的顛覆性的辯證邏輯 這種運輸科技的飛越又是什麼呢 明白 是不太容易理解 那麼我現在就用最通俗話來講 就人類的文明的發展 你比方說一開始的時候 人不可能走遠洋對不對 也沒有飛機 所以都是靠陸上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 在亞洲 歐洲 非洲 這塊大陸地上 也就是世界人類文明產生的地方 都是靠陸陸嘛 對不對 那麼這個靠陸陸呢 於是就有機會 讓這個在亞洲地區跟歐洲地區 終於靠陸陸啊 能夠給它銜接在一起 也就是2000年前就出現了 《路上石頭之路》嘛 一邊從由東向西 另外一邊由西向東 最終在歐亞大陸中間 找到了一個交匯點 對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種《路上石頭之路》 它有一個特徵 運輸量比較少 速度很慢 成本相對就比較高 是這樣子的 然後呢 然後呢 這一段期間維持了1000多年 一直到人類歷史近600年前 出現了交通運輸的變化 那就是遠洋海運的興起了 這個遠洋海運一興起以後 你就發現了海陸跟陸陸一比 就馬上這個優劣立派嘛 陸陸剛講量少 速度慢 成本高 海陸呢 量大 速度快 成本低 所以這個趨勢一旦出現了以後 馬上就開始出現顛覆性的影響 海上石頭之路出來了 路上沒有人走了 對吧 那麼在西方的出現大海海 大海海攜帶了 大海時代出去發現了新大陸 於是就出來了美國 這美國跟歐洲之間呢 又出現了歐美世紀 或者又出現了大西洋世紀 整個人類的文明出現了一個 非常戲劇性的變化 這就是卡納所說的 從歐洲化到美洲 美國化的過程 進入21世紀就是亞洲化 對 歐洲化到美國化 就出現了所謂的歐美世界 或歐美世紀 或者大西洋世紀 那麼歐洲化 美國化 到亞洲化 接下來又會出現 什麼樣的精彩的變化 精彩的內容 廣告之後見 歡迎回到視頻大財經 我們從稍早前 我們談到這個歐洲化到美國化 現在我們就來談談亞洲化 時間 請說 好 我們剛才談到歐洲化 跟美國化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歐洲化是19世紀 二世紀的美國化 一個在大西洋的這邊 一個在大西洋的那邊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 經常會提到一個概念 叫做歐美世紀 或者叫做大西洋世紀 這裡面就注意到 交通運輸 也就是海運 起到的革命性或者關鍵性作用 如果沒有海運 把這個新大陸發現 如果沒有海運 把歐亞之間更緊密的 文明之間結合的話 歐美之間 歐美之間就不會出現 現在這樣一現象 所以特別要注意 我剛特別提到的 交通運輸的革命性的發展 但是現在已經進入 21世紀 這個亞洲化之後 情況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亞洲化是從20世紀 下半夜開始到現在維持 大概有半個多世紀 放心為愛 但是我們要注意到 經過了幾十年的亞洲化的世紀 到現在此刻的時候 要注意到新世紀 又出來一個新的 交通運輸的革命了 你說的是高鐵 對 高鐵 時速300 350、400公里的高鐵 我特別再強調一次 在高鐵沒有出現之前 今天的亞洲跟今天的歐洲 基本上 陸上交通運輸很慢 主要的是走海運的 當高鐵出來了以後 剛才比較了陸上交通 跟海上交通的優劣的形勢 那麼海運曾經超過陸運 但現在高鐵出來以後 又把陸運的那個劣勢 流轉回優勢了 它的速度很快 它的運量很大 它的成本很低 所以過去陸路不走的那一頁 越來越要翻篇了 所以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 這人類歷史又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了 這是不是就是一帶一路 對 就由此而來了 所以各位可以稍微想像一下 這一帶一路的出現 再加上高鐵 那通過所謂的路上絲綢之路 基礎建設 鐵路公路 再通過港口 航運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一條路 一條海 就把亞洲東部 正在出現的亞洲化的現象 中國崛起 中國復興 再加上亞洲化 跟已經成熟了一兩百年的 歐洲的文明 就通過這個方式 逐漸從亞洲東部 往西 往中亞 往南亞 一直延伸過去 一直延伸過去 這就出現一個 非常有趣的一個場景了吧 過去您經常知道 對不起 我查 這就是全球震驚板塊 大羅儀的第二個主要的背景了 過去您經常提到這個 世界島的概念 對 那現在亞洲與歐洲 經由一帶一路這樣一個綿密結合之後 似乎能夠逐步構建成世界島 對 一百多年前 1902年 那個是英國的地理學者 跟戰略學者 麥金德 最早提出世界島概念 可是一百多年來沒人注意到 理由就是因為條件沒成熟 雖然地緣上是一整塊 但是沒有交通運輸 只能靠海運 那現在的話 情況不一樣 21世紀 所以這個形式 是因為一帶一路跟高鐵 而重新浮現在人類的面前 所以其實新版三國演藝 講到這裡 中歐之間的關係已經是很明確 就是向著越來越緊密的方向去發展了 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了 雖然我剛剛講過 今天歐洲還有很多人 意識心裡面還調整不了 往往跟中國的接近 它有一點育嬰環拒的一種形態 回到今天你一早提到 這個全球戰略板塊的大挪役 的三個分析角度 第一個 中國的復興 與亞洲的崛起 第二個 是一帶一路 和歐亞之間的緊密聯合 還有第三個部分 就是中美博弈的大事 對 這三個部分合起來 就變成我們講的 這個全球地緣板塊挪役的 主要的內容 那前面兩部分 中國復興亞洲化 再加上一帶一路講完了 那麼第三部分 我過去講了很多 中美大博弈 我一再地分析 整個大趨勢 應該是中漲美銷 那麼儘管就像李光耀 以前新加坡的李光耀說 美國就算是要衰退的話 它的速度也會比較慢 但這個趨勢 是這樣一個必然的趨勢 您的分析和描述 真的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這就是我再重複 是卡納所講的話 沒錯的 20世紀 21世紀就是亞洲化 而亞洲化出現的 就是百年未有大變局 因為它相對於 200年前的歐洲化 相對於100年前的美國化 21世紀出現的 當然是一個大變局 歡迎回來 施先生 今天評說新語 咱們聊些什麼呢 講一個敦煌的千年故事 哦 有什麼故事 跟我們前面講的 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我先跟你們講講我自己的親生 敦煌你們去過沒有我不知道 我自己去過 而且不止一次 但最近一次呢 也已經好多年了 但是每一次去印象都差不多 比方說我們去的時候 三五成群 一個隊十來個人 那通常呢 我們就會申請有一位解說員 就是導遊嘛 要給我們解釋解釋嘛 而且你沒導遊你也進不去了 因為他門人都鎖的 所以多半來一個導遊來了以後 他說歡迎各位 現在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然後你們跟著我走 然後身上有一串鑰匙 也不多 因為他也不會給你看很多窟 印象中每一次只給你看五到六個窟 好 找第一個 那個門 打開了 裡面霧氣霸黑的 然後呢你慢慢適應的光線以後 終於看清楚了 或者有的時候他給你 戴個手錠筒看也有的 然後他給你介紹了 你看這個畫 他主要介紹這個畫風 這個代表了一種時代的風格 然後他說你看這個地方剝落了 剝落在後面還有一層畫 它是一層陣塗上去的 OK 所以他說這個是什麼朝代了 是北齊的 OK 好 你們看了 這個畫風是代表什麼樣的 我們都不是太懂吧 在我印象中是代表某一個時代了 看完了啊 看完我們要走囉 OK 卡卡卡門一鎖 然後又沿著那個步道走走 好 這是我們現在要看第二鎖 請各位跟我進來 打開了以後 又是五七八黑的看 又是剛剛那個時印 這個時候你就叫 這是隋朝的 啊 隋朝的 OK 然後幾個鎖看下來了以後 大約也就這麼一個印象 我連續起了幾次 大概有些鎖是重複看的 有些鎖是第一次看沒看 但是最後有個感覺 哟 怎麼都這些朝代了 就是從這個晉朝以後 南北朝 五代十國 然後宋朝 元朝 都沒了 沒了 明白什麼意思吧 明白了 剛才我們講交通運輸 對人類文明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在這個敦煌世故上面 看得很清楚 我們知道敦煌世故 當年為什麼會形成 那就是因為很多人 要走絲綢之路 要做生意 做生意默默大漠 你根本就沒有安全感嘛 所以發生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所以你就必須要祈禱 然後花很多錢 請中國最好的那些藝術家 雕刻家 佛像的 然後做得越好 他覺得安全感覺也夠 所以今年累月 沉積了一千多年的 然後在今天你看到的東方世故 但是明以後就沒了 為什麼 海運出來了嘛 海上滋舊的陌生期了嘛 陸路就開始沒落了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再重複一次 交通運輸的革命性的演變 對於全球經濟的影響 對全球文化社會的影響 是非常大的 也就從這個角度 我們可以開始理解 今天的一帶一路 是依托於所謂的高鐵 是依托於所謂的 現代化的交通運輸建設 然後再配上中國這種所謂的倡議 也就是一種身負戰略性質的一個倡議 終於可以把亞洲跟歐洲 來自於非洲 重新在這個亞洲 在世界島的這個板塊上 重新結合起來 您說對於全球震驚板塊的大螺螢 會產生多麼深遠的影響 隨便大家希望你喜歡 石屆 全權 江振陽 祝你一週快樂 拜拜 字幕志願 字幕志願